李定輝總統跟我說 台灣國際地位用健全外交放進去 他後來 我這世人沒這麼認真特色 由李定輝選總統 李定輝選擇 我不要叫總統 因為總統是中華美國的總統 所以李定輝選擇 跟我說 健全外交放進去看看 我真的在電腦的頭前 馬賽哭哭練 因為真的覺得做一個台灣人的BI 過去我沒感覺 但是由於兩千空四年 李定輝選擇跟我說了 我去研究他 我才知道 其實台灣的地位真的非常非常複雜 由於建政法加上萬國共法 過去都沒有人在研究 所以我們研究他 我們去顧美國 這就是我們成功的地位 美國呢 我們去顧之後他也成立了 就是說 今天西拉蕊 前國務卿 歐巴馬 都已經說了 全世界 全國際 所有問題要用國際法來改改 這是我們大型化的 所以國際法 如果我們可以全台灣來實施 那時候 我相信我們台灣就會完全轉一個模樣 你的島上一張王明哲精選的CD片 DVD片 這是我們的動心 拿來送給我們的 叫我們轉給我們所有的人 有 大家有拿到嗎 沒有拿到的鴨手 有 都有 好 我們待會兒這塊 也是我們的副主席 潘信成 他是我們的體育大臣 當然 我們要去日本 這個團 那個錢是肥 這是他的肯定的股頭 他有呢 由他和理應師和日本來接觸 所以今天他也可以上學春 利用上學春跟各位說 你如果要做西裝的 趕快的下去樓下的咖啡廳 你如果回去休息的 這要來做就不會了 我先跟你說 你今天算說 你這輯的 是剛好拿到那個主角 可以去 你算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內閣成員 所以你就可以去 我願意鼓勵各位 你們去 因為日本的這輪 不是算旅遊團 只是要去政國神社 要跟日本的政界人員 記憶 要去做風宮 很特殊很特別 我沒有在擔誤上課 因為我們這是 向全世界傳播的 來 各位台灣人開始 上課大家請客立 走勒 各位請客 大家請客 各位動心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滿山滿谷 今天大家說 在學演技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 人山人海 這有恢復到我們過去 過去有的現象 我們過去就是 在上課就是這樣 剛才就因為 有一些 有背叛的 出去之後 他 極力在打擊 但是慢慢慢慢 還要恢復了 恢復了 因為 真理 只有一個人 沒問題 心理 心理 心理就是在這裡 所以 這 必然的事情 我們都有 期待的 現在都看到了 不好意思 我是本身行 今天我要說的 第一目是台灣 體育運動的 恢復和 展望 我在 六十 普通班 第六十九級 的時候 我有說過 應該是第七十級的初級班 我還要再說 這樣 結果 因為 我也有事 要去日本 這樣 到這 這次 拜祉才回來 所以 所以 教育口 研究 所以 變成 高級班 這樣就會造成 說 有的人 聽過我一次 現在再來 又聽第二次 我在這裡 覺得 抱歉 抱歉 你們 如果有聽過 請 抱歉 就 這樣 敏為其難 因為 我們 我們這個 就是這樣 拜 就是這樣走 因為 這些都 五感死在 那些 我們在錄的 都是向 全世界 全世界 連 美國的 冬風也在看 這屬實 所以 我們都 不可以 聽到 因為 三百幾 三百幾 我們現在差不多是兩百幾 三百幾 三百幾 怎麼 跌路 跌路 所以在後面那邊 再開一半 再開 開 要用四線 用四線 這樣 在胸口 馬上 美國是 腳下來了 這樣不行 你一定就是要一半 一半來 不可以用四線 這樣 不可以 那邊 那邊 OK 順利 下一次不行 之後變成兩 開兩半 鋼書 這麼說兩點前後 馬上 再去那邊 再說兩點前後 喔 簽一下 那都沒有聲音了 現在還在回覆 現在還在回覆 過去的情況 我們是二十一級 國基班二十一級 二十一級 看起來好像 很久了 我是第一級的 到現在 我已經兩三年了 兩年多了 但是 有一天 會變成 我一定 在想 有一天會變成 一千空二十一級 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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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在那個 網路上面 看一看 你們老實在 你說的時候 有人拿出 他的 他的疑問 他跟 扮行自接的中間 一些問題 其中就有 就在說 我就等就好啊 他等就好啊 我做我的 公務人員 沒有照做啊 我跟你說 絕對沒有 你要做公務人員 可以 你有那個專業 過期了 也是有那個主角 但是 你一定 就是要來這裡 受訓 一定都要來這裡受訓 你才有辦法做公務人員 所以說 一千空二十一級 那是 那是 他二十幾萬人 每一個都要來受訓 否則的話 你就沒有那個主角 有什麼呢 有什麼 你如果是沒有來這裡受訓 你自己不知道 你現在的身份是什麼 啊 有一天 因為你是公務人員 嘛 所以有一天 你會跟 美國的軍事政府 的官員做會 要拆下來 就要拆盤 你在拆盤的中間 你突然就說 我台灣就是 主權 獨立的國家 哇 這樣 會就發了 我保證那個 美國官員 外頭 他就做他走 你根本就沒辦法跟他講話 所以 為了 拆盤有這種情形 所以 每一個 要做公務人員 去台灣 你農總要來這裡受訓 不在那裡 不但是 會擴大 什麼不知道 但是 農總要受訓 那都有 其別 一級 一級 我們的 秘書長 一載的強調 這就是 我們就是 革命先行者 革命先行者 有什麼 就是那個政治倫理 政治倫理 你 你等到 那時候 在這裡說 我 要怎麼 沒有啦 你就要看別人 怎麼 那性格 那些人 農總有 才有得論到你 現在就像 只有理長 你就叫我這樣擺 這是 這是我 這樣 在料想的 我們 這個 絕對是都 像頭前 的 我們在 幸福的 時代 我們就 我們就 有那個 相信力 這一點 我們就 要 這個 中央 一定 要有 這個 認知 這個 政治倫理 一定 要 要 要 我 要說 這個 台北以前 我就是 要把各位 報告 一個 是說 我們來 有人想說 我是來這裡 要 讀法例 要讀法例 怎麼去讀 提供 公對提供 因為 過去 過去 我們都是 在說 論述 在說論述 順遂都是 在說論述 這個 都順遂是 在說論述 但是 到現在 已經 從 二千 二十年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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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組織 那時候 都了想不到 那時候 沒有人啊 人不得在哪裡啊 都 四四三三 啊 沒有訓練 啊 有什麼 美國跟你說 你組織 他說 我 要幫你指導 但是 我們知道 因為 我們比較深入 台灣 台灣有數以來 建立自己的政府 政府 所以 要怎麼組織 你不知道 就要有人指導 他要自己指導 但是 我們 大家說 親自報告 討論 他說 他說 一切是要看我們 有那個實力 沒有啦 你的實力是搞對 所以 那個 那個 二空一空的時候 那個時候 說 要做結的時候 大家屁屁刷 很心中 有那個時候 開始就是 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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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都體會到 到現在的時候 好像在路徑 開始在路徑 開始在路徑 有人說 好像那個 山上那個 路徑 路徑 開始 開始 開始在過了 開始在過 越過越近 越過越大顆 現在就是 我的感覺 就是這樣 已經跟 組織的 一個 實踐的階段 組織就是 做政府 如果說到政府 就包羅萬象了 什麼都包含了 政府 那個運動 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 我才有主意 就是說 來在這裡 最高的 接兩點前後的時間 要跟你講 台灣的體育 運動 因為 那個也是政府 做這個 一個 一個 一環 所以 大家 大家 比較 現在 也都要聽 也都要聽 因為我 我那個 七十幾 沒上 所以今天來報 有的人 就會變成 六十幾 的人 現在要聽 第二遍 但是我 沒關係 還稍微 我重點 因為我那時候說的時候 尾巴的 展望的部分 公廟 沒有說 時間 有充足 我今天 要浪了一個時間 來講 這個展望 這個展望 這樣 來 彌補一下 我 要進入這個地方以前 我 稍微 要 稍微 自己介紹 做什麼 介紹 因為 我是 我 憑什麼 要去跟他們說 這個 運動的 揮鼓和展望 他說 這個地方是 很大 很大 的問題 青菜人 可以說 不一定 我 憑什麼 要說 我就是 要 他 在體育界 做 一個 老人 老資格 老資格 的 興奮 那 就 剛好 去 摸到 台灣民政府 我 那個時候 我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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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2006年的時候 我 給他 提委會 提委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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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委會 所有 體育運動的 最高指導單位 我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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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 林副主席 他也知道 我在 做什麼 所以 他說 體育運動 你來接 我就接 這樣 因為 我在體育界 已經六十年了 六十年 大家就知道 我的年紀是 在家裡 我是 十幾歲 我超級 的時候 很愛運動 那 很愛運動 我就 住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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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到 坐 今天 她 昨天 我 昨天 我就是 那個 Cover 人家走啦 孩子 他們有那個跳科嘛 跳科 跳科我就跟他們混混混 雖然他們是高中 我是粗中 但是都白白在運動 在練習 自然就會做好 我會問他怎樣怎樣 他們也會問 那時候我在那裡跳那個復滾室 跳到跳 都跳到跳不到 他們找來問說 你怎麼會跳這個復滾室 他跟我說 這是什麼叫做復滾室 他們跳高的人 問說 這是跳復滾室 就說是 因為那時候的復滾室是 還沒什麼人看的 跳高 那時候只有做什麼東方式 剪刀式 復滾室 我是看楊三郎在跳 看一個就感動了 我來找他那裡跳 要怎麼跳高的人 前面再來問 這是他 復滾室 叫我又跳給你看 所以我們就建立 一個 那個感情 所以我都 我都跟他做的睡 做的吃飯 他們菜很喜歡吃 那個 那個公費 公費 我也是 跟他吃得開心 回到那裡都不愛吃飯 跟他吃 都跟他唱 那時候有一個老師 叫做 吳萬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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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高的那裡的漆 現在 我差不多九十歲了 我 我也還在 那個新店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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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看到 他 我也看到他 我也跟他打雜夫 因為我怕他扶勵 也在運動 他 雖然年紀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 差不多六十年前 那時候 那時候運動 其實 他 那時候 都是新的 都是新的 用 哭客的方式 來在訓練選手 哭客的方式 我那時候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概念 什麼哭客 我是在運動 常常在走 我只走這樣而已 我做低泡 每次連一個氣泡 這樣 這樣而已 那什麼 有個土外 有什麼 哭客 哭客 現在 那個韓信 韓信 過年一個過 第二天而已 就要集合 就要在訓練 在訓練什麼 訓練機黨 訓練機黨 墨腿 什麼 深蹲什麼 每次都在做 那些手鈴 白手鈴 都在走手鈴 吐在拔 都在抓大腿 我就說奇怪 我就走下去 走這樣而已 他全部在練這個 他說這就是 哭客訓練 我聽說哭客訓練 也照樣做 老鼠這樣說 但是 心肯定 這是什麼東西 心肯定 並沒有真正的接受 沒有人 但是 想不到 四十年 五十年後 我 一九九四年 開始 擔任 亞洲運動會 廣島亞運 広島 我第一次 做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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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 六十年前 都會學到 那個 我沒有人動的 心肯定沒有人動的 對我幫助很大 因為 現在 你在面對 全世界 歐林匹股全世界 那個 極強的選手 因為 你沒有 科學訓練的 那種 風範 還是地色的時候 你 勉坦 實在是勉坦 我 那個時候 幾十年前 我 遇到地色 雖然是 沒有說 真 但是 對我 在做國際 對的教練的時候 我幫助很大 就不會這樣 又說什麼 英國 又叫做什麼 土法煉鋼 以前是土法煉鋼 現在土法煉鋼 你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到1998 1998 曼谷 我當年第二次 跟2002 那個 2002的 那那個 浩山 浩山 亞運 我都已經 丹淹當教練 丹淹當教練 那時候 在初影 都在初影 在訓練 大家都知道 我正回路 我跟那個 柔道教練 柔道教練 我們兩個最老的,說要選佛偉,要選佛偉,說我念參加就沒去參加,說我叫佛偉主席,就是佛偉嘛,就是佛偉 所以就感覺說,因為你現在的訓練,你對我要帶出去,要去歐洲、去阿洲、去美洲,去做一地訓練 一地訓練,一地訓練,一大堆的人,你買的選手沒那麼像五、六、六、七年而已 但是在百分中間有三十個以上的選手,九年一大堆 我是當年當年當九年,這個去伊利訓練回來,去阿洲一、兩、五個回來,是天啊 因為就不會,因為我1982年開始做九年的時候,不是都去出國什麼什麼,都不覺得怎麼樣 但是兩千塊兩年的時候,就知道說,哇,體力不行,所以我知道 從此以後我就辭掉那個國家隊的那個子儀 我要回到基層,為基層來跟孩子玩 來跟孩子玩這樣 因為我開始在運動 看來楊聰王 在跳舞的時候,開始引起我在做運動的那個興趣的時候 到我兩千塊兩年的時候 差不多要六十年了 要六十年了 所以我就用,因為這樣 我當年國家隊的那個中高人的那個興奮 所以我對跳舞的了解 還可以啦 我怎麼知道 在搞什麼東西 體會一位你在搞什麼東西 那個鐵重什麼 那個鼓掌 我都有 多少都了解 特別如果對運動的時候 我就很 跟這個 在跳那個學術界 我接觸的很密切 現在 我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才開始在 我才敢說 體育運動的回顧以前 我就是這樣 這樣來接 我個人就自問我介紹給大家 我在那裡 要進入這個地方的時候 要有一個要先說 公明 就是說 什麼叫做體育 什麼叫做運動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先兩件事情嗎 又是體育又是運動 兩國又好像是一樣 其實呢 他是一項 一樣一項 東西 但是他表現的時候 也不一樣的時候 名稱就不一樣 他就是表現在 人類的一個行動 其中的一種 這個行動 這個動作已經是滾了百萬年了 可以追溯到滾了百萬年了 這個行動 他表現的是在競賽 比賽 競爭 的時候 表現在這個方面的時候 叫做運動 所以我們等一下說 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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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 奧林匹克運動會 運動會 運動會 你若是 這個 一樣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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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ject 你若是 用力 學術 教育 學術 教育 那時候 就叫做體育 就叫做 他們的差別 就是在這個地方 兩個 其實是一件事情 一體 兩面 那麼 他現在 他是在表現 人類什麼活動 我說 幾百萬年了 幾百萬年了 最初到 說 本來是 人緣嘛 四股腳在走 突然有一天突然站起來 用兩股腳在走 兩股手就變成可以拿工具 那個時候本來是叫做人緣 現在就變成人類 從那個時候開始來算 那沒幾百萬年當然有 那個時候他在做自然事情 就是要吃 要去偷吃 維持生命 他都要去偷吃 偷吃我們壓過壓菜 頂頂來為他生命 但是植物 他要吃很多 他才能夠供應他需要的蛋白質 蛋白質 他就想要拿到那個更精緻的蛋白質 就是要吃肉 要吃肉 我們現在很多都要吃肉 都要吃素 但是在當時沒有什麼吃素不吃素 他就是要吃肉 因為那個蛋白質 肉的蛋白質是最高等的蛋白質 所以他需要這樣 你要拿到那個肉 你就要去打肉 對不對 要打動物 要去打肉 打肉 打肉 有時候也會叫肉 打就回來 所以說這種情形 我們從這個行動 我們把它定位 人跟手在打的時機 人跟手 我們要吃 他也要吃 那個時候 為了生存 不得不得這樣做 我來人類 這是最高等的靈腸類 最高等的 他那個 哺子動物 人在這 他做這個形態開始就在變化 開始在變化 由一個家庭 一個種族 變成一個種族 一個種族 社會又變成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 現代在改變 那個時候 就不是只有人跟手在打而已 人跟人也在打 對吧 你為了要生存 你為了要擴大 擴大你的種族 你的範圍 你就要去打肉 肉的種族 這樣人跟人就在拼 人跟人在拼的時候 就比那個人跟手在拼的時候 比較殘忍 那個人有機會 他會發明一些武器 好 所以說人跟人在拼的時候 就會死人 戰爭嘛 就是戰爭嘛 戰爭就會死人 因為死人的時候 到處死人 到處就有人在拼 尤其是那裡做媽媽的 最可憐 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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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的都是男人 像這種情形的時候 會變成人類最大的負擔 真的有負擔 所以 在歐洲 在那個時候 差不多三千幾年前的時候 有一個 歐洲的一個種族 一個 幫國 那也是一個國家 但是那個國家的形態 是有好多個幫聯合起來的 幫國 很多蘇格 所以很多 跳的歌 都是 都是由希臘民族 出來 像蘇格拉帝 什麼 這些 什麼 烏特幫的 柏拉圖 什麼 那都是 大蘇相家 蘇相家 都是 那個種族 那個民族 他們就在考慮說 這樣 這樣 打的 那不是辦法 但是 大家都 要做 他的 他的 道具 他的榮耀 他的 那個 要做 那個 天生的 荷爾蒙的 作用 那 不可以說 可以充足你 道精 你的道精的需要 充足你的道精的需要 但是 不會死人 有很多 有很多東西 有辦法來 這樣做 所以很多人 就去蘇格 蘇格 之後 在三千幾年的時候 有人提出來 他們 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 好 沒有這樣 我們 將那個 在建場 在建場 在使用的 那些保守 那些保守 都總把他拿來一個地方 那大家 照到那些保守 大家來拚 拚 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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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命 但是 一點點不一樣就是 怎麼 不可以拿武器 沒有拿武器 那也是一樣 也是道精 但是 可以分出 輸到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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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不會死人 大家認為說 這真好 對 試試看 所以 他們在雅典的外面 百多公里的地方 叫做奧林匹亞 奧林匹亞 奧林匹亞 在那 他們是 那是神聖的 一個 他們在敬拜中心的 一個地方 說 不然我們來選這個地方 我們每四年 來 來做一次 比賽 好嗎 拚看看 做一次 戰爭 但是這個戰爭 是沒有武器的 戰爭 所有的那些保守 戰爭我們裡面 用的保守 全部都拿起來 來用 戰爭的保守 是在做什麼 有什麼 一不外乎就是 走啊 你要殺敵人 碰到水高要跳過 那個酒頭要爬過 琴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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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 或是你要用 放的 用放酒頭 射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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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 還有騎馬 騎馬車 這都是戰爭在用的東西 會保守 都要把他拿來 在 Olympia 那個地方 大家四年一次 來競爭 這四年 這四年 那一年 不可以有戰爭 什麼人敢 那 法黨 政經 中心都會替你觸犯 哦 啊 那一天 西藝人 今天是軍心 中心啦 所以喔 在四年的時候 是很高興的 也是競爭啊 也是拼得了 撈撈丟灰 對啊 但是沒有死人 但是他們創的之後 還不錯啊 還不錯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就 小節他們就還有在安排 每一個幫都要派代表來 你派那個享用的來嘛 你最好早 早上快的那個 來 早上課的那個 跳上課的 還是跳上課的 撐上課的 那這些人他都給他算算了 他還有一個規定 你要來參加這個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人 那個時候就叫做奧林匹克運動會了 不過是一個古老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希臘的古老運動會 都要拿出 你這個選手有受過十五位以上的 那個轉角訓練 我有那個科學觀念 那個時候就是已經有科學觀念了 所以他們就國幫 國幫什麼都要派他選手 來去 在奧林匹克運動會 去接受十五位的訓練 這樣他就證明說 我有受過十五位的訓練 所以我也有足夠參加比賽 那現在 那個訓練這當然就是 到那邊比賽盤 教練兼裁判就對了 現在比賽後的時候 看上去 他那個沒到一百公圈 好像七十公圈 六十公圈、七十公圈 那我有去過 一走 第一名 用那個貴宿 貴宿肯定是貴花的齊話 那你就會做一個圓圓 把他弟弟 弟弟他的頭上 第一名叫做貴館 他就得到一個貴館 這個貴館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你如果回到自己的幫國 你自己的幫的時候 大家都在環境 出聲就把你環境 那裡有錢的人 大家都在接錢 就給他 給他掌賞 給他掌賞 那個 師人 師人 他們那個時候都很愛做師 師人 就跟他做師 就跟他紀念 榮耀他 榮耀這一個 這一個貴貫 貴貫者 那個貼客家 他就跟他 教育 他... 譬如說他是 那個 賢館面的 冠軍的 教育的就跟他掌購 表唱的 煙球的 還是朝的 頂頂 這都有人跟他雕刻 所以我們如果去後秋有很多的博物館 看到很多酒頭雕刻的那種人的運動 都會那個雕刻像 那就是三千幾年前 就是那個貴貫得責 就是金牌的 那個金牌的那個雕刻 那就是在紀念 我剛才說這些種種 我們現在現代三千幾年後 在用的運動會 現代化的運動會 在三千幾年前就已經形成了 所以貴貨運動可以說是歷史非常久 非常久 是我們絕對有什麼 其實說是未開發的民族 因為有另外一種競賽的方式 但是一般的政壯的政壯 就是都用 現在我們想最高的就是奧林匹克 就是奧林匹克 然後這裡來歷史 所以他都有給你訂一個標準 你如果是說跳歌跳150 150公分的 你是沒辦法參加歷史 你最高的要聽兩公就二十幾個 那才有辦法 那就是資格的限制 在三千幾年前就有了 就已經有了 現在現代的奧林匹克 是在196年 那在歐洲有一些貴族 有一些貴族 他們大家都在想說 人家在戰爭 因為三千幾年 現在他們就有另外來代替 戰爭的一種競爭的方式 那叫做奧林匹克 我們把它恢復好嗎 所以來由法國的一個伯爵還是什麼 一個貴族 叫做 不是布林斯坦 不是要去 這是五歲 他來推展現代式 現代化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Cupertine 就是這個 這個領導者叫Cupertine 我們叫做古博丁 古博丁 Cupertine 所以全世界最高標準 最高的運動會就是 奧林匹克運動會 在三千幾年前就已經有成長了 因為 我們都從 四年一回 都從基行到 一千幾年 一千幾年 那再次 還剩一千幾年的時候 羅馬的文化 羅馬帝國生起來 羅馬帝國 因為它生起來 它就想說 要不愛這個 這個希臘的文明 要消滅掉 所以才下令說 不准有奧林匹克 所以 所以 為那個 那個時候 總共停下來 停一千幾年 到1896年 1896年的時候 第一次在 雅典 在雅典 這個 現在這個現代運動 那些都運動 競賽 叫做運動 一直到193幾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帝國的那個 希特勒 他在主政的時候 剛才輪到 柏林要基盤這個 柏林奧運 柏林奧運的話 希特勒他就說 他要發 他好像要宣揚說 他那個熱慢民族 熱慢民族 優秀 同時會把他勇秀 所以準備在 奧林匹克的運動 來點 要好好 要弄橫掃全部 這樣就對了 所以他才下令 一些學者 生理學者 醫生 大家下去研究 下去研究 用什麼 用醫藥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 來補助 這個選手的運動能力 那時候 開始之後就 學術 學術就出來了 現在你只說 一般大家 學術的 學術 業餘的 那種情形 要來對付 那樣大的 經濟 不夠 開始就要有 教育 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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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出現 所以 那個時候 學術的 現象 就開始 到現在 現在 差不多 八十年 前 八十年 八十年 這個 體育運動 它的 來由 就是這樣來 體育運動 所以可以追溯到 人類最 最早的 幾百年前 幾百萬年前 幾百萬年前 幾百萬年前的 情形 不然因為 政治的關係 所以 所以 用這個運動 來代替 代替一個 政政 政政就是 政治 政政 所以 我們 我們說 運動 整個運動 整個 政治 這是嚎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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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就是政治 所以 我今天在這裡講 才有主義 站到這裡 在跟 大家 分享 這就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流氓政府很怕 政地 政地現場的時候他不會看 因為他不是一個國家 他不是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我們已經想到高級班 我們都知道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簡稱Chinese Taipei 這就是流氓政府 流氓政府不是一個國家 而且也不能就地合法 所以他只有最高可以用Chinese Taipei 流氓政府 流氓政府 這樣而已 他怕這個鷹鷹 經常用 會把鷹拔去 所以他就說 整地鷹整地 我那個時候 像小時候 一群人就說要做國手 要做國手 都沒有自家 因為我的身材就不夠國手的標準 所以我始終都沒有做國手 那就是在電影 是到1968年的時候 日本的鷹鷹鷹鷹 鷹鷹鷹鷹鷹鷹鷹 鷹鷹鷹鷹傳來台灣 好好的 我看到這個 我很高興 看到馬上就參加 非常認真地在訓練 自己訓練 因為我過去有這個訓練 自我訓練的經驗 所以我三年後 我就動算國手了 終於得到一次的國手手機了 但是那個訓練已經在那三十了 在那三十了 運動完三十就是不開了 所以我馬上就轉來做九年 一直到1980年 由那個基層 在那裡起來 在那裡做國教堆的九年 那是空手道的 不是電競的 也不是棒球 也不是什麼 是基東奧林匹局的 亞洲奧林匹局的基東一項 我們那要參加阿雲的時候 我們那部分都要一年 去一年多 都一些選手 一些國手 或是中國手 都要來訓練 都要訓練 不然算出來的都是差不多八的人而已 但是在訓練中間那一年 我都有差不多三十個 九年都差不多五個 其中就要有一個做中九年來做總指揮 我就是擔任那個總指揮 到2002我才退出來 我才退出來 現在就是說要來回顧我們台灣 在這個運動 運動的那個回顧 在這裡我要帶兩個人 來出來做一個代表 一個叫做楊昌廣 另外一個 女兒 你知道什麼人 對 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的很年輕人都不知道 有的很年輕人都不知道 楊昌廣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基政呢 基政還知道 因為基政還活著 最近還有在活動 我拿這兩個人 他們兩個就是定經的選手 我為什麼要用定經來做一個標準 還有我的目的 因為定經這個運動 是表現人類的生理極限 生理的極限 大家在拼著都拼生理極限 如果你dulillah 我一百雄笑我 meer 拚也拚一拚一個陶 close 就是那個凱寛高的那個比他十秒數還情況 那ありがとう 追求你的生理極限 牽涉到你的DNA 不是怎麼說你的困難 問念也是 stereotypes 很重要 沒錯 但是 到尾的時候 就是你的天分 如果說九分的努力 一分的天分 就是那一分 你就是差在那 那個就是DNA 其他的運動 包括我的空手道 一樣 不是追求人類極限的運動 它是追求人類技術極限 技術 運動的技術極限 不是它的生理極限 所以 一樣的運動是 你訓練中 訓練中 你電腱 你如果用那個 其他運動的方式來訓練的時候 你會用這個酸酒 好的酸酒 把它連成這樣 把它封掉 因為你在練技術的時候 不是追求 不是你的生理極限 所以你也可以在你訓練 一天訓練 六休息 八休息 是不是後來練到十休息 有喔 這一天練十休息 你電腱 你如果說一天練十 八休息 會死 會練死 會練死 它不難 跟一個點的時候 它就開始滑 然後又要去 都已經受傷了 都已經受傷了 內外都會受傷 所以喔 電腱這個東西是代表人的一個DNA 所以我選這兩個人 電腱的選手 表演說 爛臺灣人的DNA是什麼樣 我先說這個楊川廣 楊川廣 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我的從事運動就是看到楊川廣 因為我 常常都在祖堂 訓練中心裡在訓練 都看到一個老伙子 老伙子 噢 高強大 吃飯的時候 都在餐餐 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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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如果去運動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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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優秀教練 我們兩個最老 那優秀教練說 彭帆教練 我們來去跟楊宗館吃飯好 好啊 好啊 最好啊 我自己不敢 你夠好來去了 我也總教練 你也總教練 我不夠嫁 楊宗館是總監 總監督 左營國家訓練中心的總監 去後就報告楊總監 我們可不可以陪你吃飯 好好好 我就坐下來 坐下來之後我就馬上就開始拍麻痺了 楊總監 你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我就不怕見識了 我來告訴你 你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你說 是嗎 大家都是這樣講 好像我是親切講講的 不是 他真的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我就告訴他 我第一次看到你 就是在台大運動場 你在那裡有一個教練 美國國務院派來 一個紅人 紅人 他的名字叫做米勒 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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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裡跳副滾式 對不對 那個田徑協會的理事長 叫做官松生 他就坐在旁邊 他也站在旁邊在那邊看 他一聽說 人事地物 大家都正確啊 所以他知道我不是在親切講講的而已 所以他就 他才有給我回應就對了 不然他本來是說 這很可愛 你坐坐的下一次不可以啦 大概是這樣 但是我這樣講的時候 他就知道我不是公家的 他才聽說 那個米勒不是紅人 所以我第二天的報紙寫的是紅人 他說不是 他是比較不黑的黑人 皮膚比較那麼黑的黑人 這樣我們開始就有互動了 然後他的畫夾子就開始打開了 他就開始說一些他過去的事情 現在我就說 我來講他在美國的時候 他在美國 他在亞洲鐵兩百金牌 被稱為亞洲鐵人 以後 臺灣就沒有人討厭 這樣就跟他訓練了 所以官松生他真有錢 他是建築師 那時候的建築師是不貴的 建築真有錢 他送給美國 送給美國去訓練 想不到這個人 一到美國之後 整個發揮他的天分就對了 他的天才 他的天分都發揮出來 他在那個UCLA 就是南加州大學的分部 南加州大分部 在那個訓練 他的當伴有一個叫做強森 強森是黑人 那個是上一次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金牌 但是跟洋蔥森 一個回合作為分練 沒有多久 他就對洋蔥森對不到 洋蔥森 成績 一直在地開 從六千幾點 變成七千幾點 我來八千幾點 我來九千幾點 那時候 全世界都嚇到了 全世界都嚇到了 尤其是那個電 世界田總 世界田徑總會 他就嚇到說 啊 我那個十項的計算方式 是只有上限至一萬點而已 洋蔥森 他已經把他副到九千幾點了 還繼續在地下 我看他那個生殖在地邊 到我開天窗 變成開天窗 所以未來洋蔥森 洋蔥森 不得不修正 十項運動的 那個計算方式 那些都是 要他們利用 就是這個 計算方式的改變的 這個機會 把洋蔥森 壓下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十項裡面 洋蔥森 洋蔥森 強身 那兩個世界 他們兩個都享用 他們洋蔥森 七項 七個項目 但是輸他三個項目 就是 三鐵 千球 標槍 跟鐵餅 你看 他天窗 天窗 他們 那個西方人 他的骨骼 比較大 對這個 三鐵 這個 這個 報化力 的方式 比較適當 因為他們說 他們說贏他七項,大項十項贏七項 這個陽神要贏他很困難,七項要贏他不可能 所以他們就要利用這個改變計算方式的時尊 將這個三鐵的計算的成分,比重 那個三鐵的比重把它加大,把它加下去 加下去之後強生才有辦法把陽神光比 你知道嗎? 這是我們是很注意的,那時候 如果我們陽神光的都加了 我那時候大家在想說,陽神光有辦法打一萬點 那個股市高色的計算方式,他有辦法打一萬點 果然到最後真的要打一萬點 因為這個計算方式的這個方式改變了 影響到陽神光,所以在羅馬奧運的時候 輸這個Jongson,輸七十幾分吧,七十幾點這樣 所以他變金牌 接下來就是東京奧運 因為世界沒有敵手 沒有敵手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因為東京奧運的時候 我們裡面有一個選手 射擊,射擊選手 射擊選手 那些都情報局出來的 射擊選手 叫做馬靖山 馬靖山 他無代無知說拿一罐的飲料 他說 他怎麼說 你 這給你吃 他怎麼說 我都弄東坡 大家在講話什麼什麼 拿給我吃 他給他吃 吃一罐老闆 第二天要比賽 才老闆 人 人 人 不會貪你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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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 所以說 人算不如天算 你Com 他真是天實地利 要人 beings 馬靖山 很狂 他奧林比克 東京奧運算了 他才投奔中國 才可以投奔中國 他就是從洋船館跟他討 做奧米亞業 回去做他的 做鐵漆 馬青山 這個 我現在在這裡要說 洋船館 他能做到世界第一 這不簡單 但電競是很不簡單 為了他來改變他的 十項的計算方式 而且人類第一的 趁甘跳 趁甘跳跳過五公車 就是洋船館 人類第一個跳過五公車 現在是六公車 那個蘇聯的那個鳥人 他跳六公車 那當時洋船館是破五公車 人類相關館的 這個洋船館破了 但是啊 他阿威被承認為世界紀錄的時候 別人都給他破了 所以他沒有列為世界紀錄 其實他是第一個打破五公車的人 這個他沒有告訴我 我怎麼知道 所以他跟他親身告訴我 他問他 他問他 你怎麼 怎麼會送給他 他說送給他 我說我自己訓練 他自己訓練 那你智商好高 我是一百八 智商一百八 你在美國的時候做智商做一百八 怕死人 這是超級的天才 他不用人家 他又客氣 人家記者就說 他打五公車 大家都說 哇 因為摩托卡 這個春甘跳 是天經裡面 那個技巧最深的一個 最深的 其他都很簡單 最深的 他怎麼可以打破世界紀錄 這就是 他要人家 他不用人家 他都不用人家 他跟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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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原來是從台灣去美國留學 可能是打那個什麼 流體力學 什麼 物理 物理的 物理的 他跟外套 他插肩起來 他插肩起來 這個角度多少 是 對 最勝利 什麼 等等 他們兩個 就自己去練 去練 怎麼說 我要他 是 是要他來幫我 把那個桿子 放上去 因為 春甘跳 那個桿子 要兩個人 一個人 你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 掛那個桿 那就是這樣 創 世界 這可以說是 世界紀錄 世界紀錄 在電經裡面 那麼競爭的 環境裡面 變成世界第一 我把它提出來 我們台灣人 那個DNA 我剛才這樣說的 電經的 是表現人的 DNA 我們人類的DNA的極致 楊潘港 就是在台灣的代表 台灣人 可以成為世界第一 接下來 再講 紀錄 紀錄 他跟我也有一點點關係 他是我的學妹 我的學妹 阿姨 她 她本來是那個 新竹二女中 新竹四二女中 阿姨 初中就很出名 為什麼 她初中的那個 跳舞跳舞的性情 比 新聞 她現在說新聞 新聞的 大人的性情 比較好 所以大家就都知道 這個女孩子是貴才 這將來的 希望就是在這裡 我們學校 就是那個 例行中學 那個例行中學 運動 跟修法 這兩個享用 那些 這些 中國歌 那個 外姓歌 那個 學 Sleep 都都成為學校 那全部我 同學 安牧學弟 學 學 學 Index 運動很會蓋在開智 所以他用很好的條件 從智政帶來我們學校讀九中 只讀一年而已 馬上就叫他送去美國去訓練 只有那一年 那一年就是怎樣 我印象最親就是 我們那一年 全一年的高一的所有學術的科技分數最高的就是智政 第一名 智政 他要訓練、要運動、要訓練、要訓練 他要保持第一名 這個是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因為我學長 我都好對 後來他去美國後來訓練 沒有多久 差不多離開之後差不多沒有十年 哇 拍世界紀錄 總共拍世界紀錄九次 九次 一個人如果說拍世界紀錄 拍一次 就已經是很不得力了 他拍九次 他創世界紀錄 人馬上就還給他拍 拍他就還給他拍到回來 人又給他拍他就還給他拍到回來 好 很厲害 那都有九次 所以他有四次是在那個 在德國 在德國的比賽裡面 國際賽裡面 哪怕世界紀錄 所以德國人對紀錄非常的崇拜 非常的崇拜 所以他做一條歌 叫做非藥領養 非藥領養 那就是在三千年前 人吸引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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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意思嘛 他是做歌來給榮耀祭蝦 他是我們台灣人 八分之一百的台灣人 所以我們台灣人 最能夠表現DNA的優質的運動裡面 我們比中國那邊更強 中國那邊這幾年 有一個叫劉翔 他一百二十九年 他破世界紀錄 也拿奧運金牌 但是他的榮耀 跟基政跟洋蔵館來比的時候 差得很遠 還差得很遠 我為什麼要買這樣 就是說 那個時候 洋蔵館激政的時候 台灣人 總共只有一千幾萬人 這個流行這個時候 中國總共有十五億人 他冬風是說十三億 但是 還有兩億 那是壓迷的 沒有貨 十五億人出一個流行 我們千多萬人 我們千多萬人 出兩個世界 比他還要去流行 比他還要去穿幾十多年 所以說我們台灣這個民眾 是優於中國的民眾 這就是我的目的 在一個地方 就這個機會 來證明 林瑪麗醫師 他是世界的學藝的管理 他用學藝來去研究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 根本不是中國人 不是漢人 是變不足的 百分之八十五 的成分是八十 是那個變不足的 漢人的那個生分 一百分之八十五 一百分之八 一百分之八 實在是一百分之八 那時候 來台灣的 都是在流行鞋 流行鞋 在那邊那邊沒辦法生存 走來台灣 來台灣 來都死了 所以 很多 萬英公 什麼公的廟 那些都在流行鞋 那些都是 都死 在破土生亡 台灣這個地方 是那個 未開發的地方 那個 張力之氣 以上 他們破土應付 來都有死 所以 在一百 九五年 抓到 的時候 日本政府 總統府 有做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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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 平均值 那些人 看三人 什麼族 什麼族 可以 平均 壽命 多少 那個 漢人 這二十七歲 二十七歲 二十七歲 平均值 所以 來就死了 來就死了 所以說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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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笑 學育 這個東西 是沒有辦法更改的 你沒辦法 買個頭 還是怎樣 都沒辦法 所以 我們 台灣人 我們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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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說 中國 中國 那些人 什麼 唐朝 我們 我們比較說 就是這樣 那是因為 那時候 那些人 因為 他要漢化 要漢化 我們台灣人 我們的 那個 他現在來 他現在來說 你如果 會養我這個日子 那 雖金比較少 穿我這種衣 雖金比較少 會說我這種 的月 大家也說 要雖金比較少 要 要比較少的時候 要怎樣 他就派人來 派 為 香港 為福建 什麼 有些人 要來這裡做 公司 做公司 來 那些人 好 這張 交給你 他都 很多都是 都是福建人 阿 各個福建人 阿 那個 那個 那個人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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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那個老叔 是客人 阿 現在 開始 都在學客人 阿 這裡還給你 什麼 你們祖先子 什麼 祖先子 什麼 什麼 那 都 庶列名 漢名 因為 那個 那個 我們 邊 沒 沒有 生 名 沒有生 阿 阿 他現在就給你洗 給你洗澡 因為這個高官就是洗澡 他是由他工黨來 他就對我那裡就是什麼 因為要生存 要生活比較好 就這樣走 所以到時候被漢化 熟悉並不是這樣子 林瑪麗他去研究出來 所以我相信 我絕對相信是這個樣子 我們台灣的民眾絕對比中國的民眾 過得用 絕對過得用 這是我把它做回顧 做回顧 小蔡我有幾點 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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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十多分 我趕快來做這個回顧 回顧 因為我們台灣過期 我們有這麼好的遺傳基因 我們來發展財庫這個東西 絕對可以在世界 可以有立足之地 要怎麼才可以讓台灣的財庫運動 可以發展起來 我提出幾個方向來說 第一 第一 第一就是要改造財庫 財庫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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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中央部會 所以你要去那裡做公文人員 你就要高庫庫庫 要高庫庫 這是不簡單的 真有立足 真有立足 但是相對 他對財庫的熱情 就比較不夠 要發展財庫 不是夠立足 就能夠發展 不是啦 是你對財庫運動的熱情 熱情 來推展 我們看的一種選手 選手 他在訓練 你會認為說 你怎麼下午的 暗託 幾天一天練 七休息 八休息 這樣練 要叫他去 去做什麼 他也沒有愛 什麼都沒有 這是 你要做一理的選手 就是 手只有這樣 手只有這樣 你 你 要高齡 高齡 你如果沒有熱情的時候 你 我在管他 你成績好壞的感覺 沒有在台 如果這種心態 沒有熱情的時候 這個財庫運動 撐不起來 撐不起來 我們看的 有的高齡 我兩個都做高齡 兩個都做老師 他們賺出來的薪水 都在養一個球隊 都在養一個球隊 那選手 都叫一叫來 都住在養老 讓他吃三餐 還給他 學費 學費 如果沒有教 他就 老師都要出 自己 自己 都沒有什麼錢 都 都 用在這裡選手 有了很多 這個高齡人 很多 一生 都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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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財庫運動 要支撐 財庫運動 就是要這種 這種的選手 這種的高齡人 不是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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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委會 太龐大的組織 所以你的組織 被 弄得太多了 太多了 我太了解 因為1997年 他們 連戰給他掛牌 民進黨 好 我要把他 拿下來 要把他拿下來 跟他協調的 結果就是 伊曼谷亞運 做一個標準 你如果生情不好 我就 要把他拿起來 這樣 他們 這樣 對這些高齡人選手 可以說是 百般的好 那時候 我就是 基隆基因 我會感受到 好 那實在是 有夠好的好 我如果說什麼 那些高齡人說什麼 尤其是總高齡人說 我要怎樣怎樣 他馬上就 馬上就到 因為這樣 那些年 那年的成績 有夠好 1998年的 曼谷亞運 拿十九個金牌 本來 在1994年是七個 1994年 已經 二十八年 零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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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好的制度出來 體重 他就說 二十八年都零金牌 要怎樣 所以 他們已經用心 他們有用心 體重 就是體重 體重的總幹事 秘書長 那就是 台北體育學院的校長 所以他知道 這個制度不改不行 所以 他衝一個國光獎章出來 對 對 把 選手 教練的 獎金 把它 法制化 把它法制化 因為 人家 要給你多少 要給你多少 這樣 教練 都沒有 所以 大家 有好 沒有好 這樣就對了 二十八年 到國光獎章出來的時候 馬上 七零金牌 在廣東亞運 那天 那時候 還是我還是 都第一次 當年 那個 那個總教練的時候 那 之後 大家 這個教練 選手 受到七零 我過四年了 因為阿雲四年一次 四年 我拚一個 比十九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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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十九零 那 那個 錢在本殺的時候 都會 多少發生一些問題 這些 公務人員 他們 就怎麼知道 他為了要 鞏固 他的 機關的地位 很錢 現在 一旦 他拿到 他拿到 這個 還是 公務員 公務員的心態 就出來 看他 比較性 屬性 像 教練獎金 全部 取消 很難 問題 都是 教練 教練 有時候 那個身份 很難 很難 解決 像 你說 那個 他就打 天理師 他的教練 一定是 他老爸 一開始 他也是 他老爸 他老爸 要出錢 去比賽 請教練 做什麼 頂頂 有時候 甚至於說 要做職業選手 要出外國 機票 大 報名 頂頂 很多錢 都老爸 都老爸 那老爸 他老爸 他出錢 出錢 出錢 但是他沒有教練出價 他沒有教練出價 所以 沒有獎金 所以才有發生 那個 詹詠蘭 他阿文 阿文 拿到金錢 的時候 他那個 教練 總金沒有獎金 沒有獎金 那 那個 在祖母的教練 是 他們回台灣 要去阿文 以前 十四天 回台灣 報道 去報道 這樣而已 所有的獎金 都只能給祖母的教練 他只能給祖母的教練 他只能給祖母的教練 12天而已 說 所有的獎金都他們 好 才有人 棄 新聞都有出來 我為了這個事情 我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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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過 中 那 過 過 過 那只是一頂八爪 你就找到什麼教練 你就正面是怎麼自己圍 怎麼自己擦 那是一頂八爪 你剛好教練的時候 結果去拿到金牌 其實就是這個教練用心計劃 你才有辦法去拿到 選手拿到金牌 要把總理 絕對是沒問題 但是你裡面的那個教練 你不可以把它舒服掉 這就是 我有夠體會的 但是我輸了 因為我說 我這幹的時候 我有按照法定的程序 他說我當時 我沒有看到你有什麼法定的程序 他說 我有講過一個月 講過一個月 講過一個月 他講過一個 行政院的外面的公佈欄 我說我幾拍到 誰人不來不去 去看有什麼日落 那就是在找那個法律篷嘛 為了什麼 為了他的工作上還方便 所以我們要給他 但是我輸了 所以兩千塊幾年的時候 林博士跟我說的時候 好 因為台湾的體育運動 十十年 我都躺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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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的情形起來 什麼樣的情形下去 什麼樣的沒有 後面那些人要起床 我都非常了解 這是對這個教練的觀念 大家要改變 改變 金牌的設計者 就是這個教練 對我來說 我的學生 拿著世文的金牌 那那個阿倫的一塊金牌 當然他們兩塊金牌 這些教練 我是怎麼樣 我都騙 我都騙這些學生 跟他家庭 跟他學校 你知道 都跟他們騙的 那都騙的 你知道 我現在這裡敢說 在這裡我們同心我都敢說 其實我都敢騙的 他家庭說 我剛才說 我的小孩 帶國庭要來報仇 我都過一年 說 你去報仇也不一定可以到 那個公立的學校 你如果對我 保證你帶公立學校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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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送付 我本來信用就不錯 大家聽信我 其實我自己心裡 心虛 心虛 因為我跟他說 你對我 就能騙公立學校 我是那個公立學校的校長 是嗎 我不是啊 我憑什麼跟他說 我有辦法去騙他 但是我如果沒有這樣騙的時候 這裡的選手 大家都找了 我有種無病 我怎麼有效 這無效了嘛 現在 果然 他們都可以順利 高中 特攻略 然後 台下 我就說 台下 台上部 沒有問題 公立大學 那個校長跟我說 他們喔 他們沒有辦法 你不能讓他直升來 那直升以後 他沒有辦法跟那個考試進來的 那些人競爭嘛 他說 你只要讓他畢業就好 他說 不想啦 我們高中 高中最大的任務 校長最大的任務就是要增加升學率嘛 他說 校長 你的升學率是多少 我們升那個 國立大學 幾%呢 那個市立大學幾% 到達多少 三四十吧 三四十%啦 我說 校長 我給你100% 所有我的直升在這些 將來都是念公立大學 真的嗎 我拿成績給他看 他們參加比賽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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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聽說 心動 心動 誒 喔 這樣 都進入體育大學 那都公立的 這樣對他的學校的升學率 喔 提高很多 哈哈哈哈 就這樣讓他們直升 然後到高中畢業的時候 沒畢業 都已經在做國酒了 對不起 他要申請直升 保送 保送體育大學 我有一年 四個畢業 四個同時畢業 申請 申請那個 台北體育學院 他全台灣 全台灣 都種這五個名字而已 保送的 只有五個名字 我畢業 四個 都不用跟他們進去 怎麼可以 對不起 我就把它補去 四個都上去 剩一個 去分給別人 這是怎樣 這就是高年嘛 那這個家長 還是這個選手 他那個 我用心計較 騙人 騙家長 騙校長 用這樣 怪怪怪 終於還好完成我的承諾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高年嘛 我如果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人家的選手 老早就沒有了 老早就沒有了 罵海漢 東亞運 鐵人鐵金牌 亞運一塊 四雲一塊 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還有一些展望的情況 我用一分鐘的時間把它完成 就是說 我要從大學 體育大學裡面的知識 要把它拿出來做社會體育 社會體育來用 我們那些大學的高校 他們都在外國都拿博士什麼 他自己的領域裡面都很強 都有地性 但是都沒有用到 沒有用到在這個社會體育 我將來就是要求他們就是要這樣做 你要升大學 體育大學校長 OK 我問 我就要問你 或是你副教授要升教授 要升等 你有沒有對社會體育 有沒有貢獻 有沒有 拿出來看 有 OK 升上去 沒有 他有 那他先上去 你就要將你的地性 從大學裡面的那個智慧 知識 要走出象牙塔 要走出象牙塔 你要主動 不要被動 你要去 你要升 你自己去 去社會體育 你自己去找 去找 去找 那些機會去服務 把你的地性把它放出來 這樣來的時候 作為你將來升等的一個很大的機會 我相信這樣 這個地性 我們就可以 光是這個知識 就非常偉大 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幫助 還有 我還有 但是時間已經到了 那麼我暫時就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各位好 請客氣